相信看完Jayne这些猎人追杀视频,牛顿都会大喊牛逼,果然是勇敢牛拗不怕困难就怕Jayne 游戏一开始Jayne先是假装挂机,没等猎人反应Jayne便出其不意率先逃跑 Jayne开局没有像往常一样给乔治一巴掌,似乎预示着这场比赛非必寻常 果然Jayne很快就撸到了三个木头,老粉们应该都知道这意味着游戏已经结束了 四个猎人分析而来Jayne选择暂地锋芒,很快他们便来到一处大峡谷 Jayne当机立断,跳进峡谷,落地后立即在水中放置木板 吃过亏的猎人们并没有选择跳下,打破了Jayne木板四杀的幻象 但同时也给了Jayne成敦的发应时间,让他做出了石斧和其他工具 猎人们姗姗来时,而Jayne则是通过收集的方块搭出一条天路,成功将猎人们甩在身后 之后Jayne来到一处村庄,勇敢地拜得一马当闲,单枪辟马追了上来 Jayne一波擒王绕柱,用两下斧头攻击将拜得当场送走 大获全盛的Jayne还不忘帮村民收割了一波庄甲,不愧是Jayne 其他三个猎人很快也追了上来,几人你追我感,局势十分焦灼 Jayne也在这场生死竞速中,受伤只剩半颗星 很快,Jayne被追至一处雪山顶部,Jayne使用泥土搭起高塔来躲避猎人的追击 搭到一定高度后,Jayne开始吃食物恢复血量,并做出了几个木梯 此时,猎人们也搭着高塔追了上来 Sapnap跳了过来,然后用斧头将Jayne从高塔击落 千军一发之际,Jayne使出落地梯子,死里逃生活了下来 而高塔上的猎人们只能对着空袭,噬声尖叫 随后Jayne在一处村庄建了不少物资 还在沙漠神殿收集到许多天梯 这次Dream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爆炸艺术呢 之后Dream在一个箱子里获得了精致防具,局势瞬间反转 本来追杀Dream的猎人反对Dream下的四散而逃 而Dream又怎会放过这次机会呢 他乘胜追击,一抚头,率先解决掉了掉队的Bad 并对乔治和Sapnap两人展开猛烈追击 而之前默默无闻的挖矿工具人Ant终于在此时为队友送上物资 猎人们一人一个铁套,瞬间完成逆袭 Dream眼见形势不妙,转身开始逃亡 Dream被猎人穷追不舍,逃亡中来到了猪木狼马峰 这可以说是在MC里见过最高的山了 看着如此高山,Dream决定趁此机会带松柄小队们一起爬山 Dream沿着水流开始向山顶爬去 到达山顶后,Dream撸鼠造出了一艘船 然后回到山腰,拿出TNT,开始队正在登山的小松柄进行空中轰炸 一招天降TNT,炸得松柄小队从此对爬山产生了阴影 然而勇敢松柄,不怕困难,顶着炸药包最终还是攻上山顶 Dream被猎人团团包围,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命悬一线之时,Dream掏出刚才坐好的船,一下一下飞出了山顶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眼窗,一次一次想穿梭就时光 它像竹琴笛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念去的地方 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罗贝尔墙 只要你敢想,就算没逃到我里想 至少有回忆尘藏 着陆后,Dream在安全地点给弓箭附魔 很快,猎人们也追了上来 Dream想乘船逃跑,但船却被乔治破坏掉 Dream只好跳入海中游泳逃生,而猎人们则乘船追击 看着心爱的乔治坐在别人的船上 Dream拿起武器开始反击 最终成功破坏了乔治和Cypernap的爱船 登陆后,Dream先是一斧头击杀了贫血的Bide 随后在猎人的追杀下跳下悬崖 利用蜘蛛网的缓冲来到矿洞 但同时也被路过的苦力怕炸得只剩一颗星 残血的Dream在矿洞中快速恢复血量 同时还收集了成敦的蜘蛛网 此时,乔治和Cypernap追了上来 Dream迅速逃回地面 乔治和Cypernap两人紧追不舍 Dream迟迟无法甩开两人 想要使用火焰逃脱 反被猎人攻击的举剩一颗星 即使通过引爆苦力怕也无法脱身 穷途末路之时 Dream回头使用猪王束缚 同时放置大量TNT 将乔治和Cypernap两个好机友炸得粉身碎骨 随后Dream光速制作传送门进入了下界 并在朱灵堡垒中获得了大量的青萝卜和光灵剑 乔治和Cypernap很快又追了上来 装备豪华的Dream很快便将Cypernap击杀 然后又和乔治在狭小的通道展开枪战 两人中门对居 Dream略胜一筹 赢下胜利 之后Dream在和朱灵的交易中获得了隐身药水 而猎人这边 在矿工Aunt的辛勤努力下 猎人们全都获得了钻石套 并且全部覆魔 猎人们欢呼雀跃高声呐喊 Aunt永远的神 正当Dream收集完充足的物资准备离开下界 猎人们却早已守在了下界门门口 并且布置了重重陷阱 猎人们坚信Dream这次已经死到临头 Dream却在此时喝下隐身药水 悄无声息地从他们身旁走过 回到主世界 等猎人们发现 Dream已经逃出千里之外 然而人多力量大 猎人们还是在Dream之前找到了末地传送门 这次Dream没有了隐身药水 眼看无气可施 Dream开始收集大量的铁矿 然后躲在角落开始制作陷阱 他将大量矿车放在一节铁轨上 利用方块尖的挤压 成功击杀了可怜的乔治 随后Dream收下乔治的附魔钻石套 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面对身穿附魔钻石套的Dream 猎人们均心涣散 战役全无 而Dream抓住空隙 装入墨影之眼 成功进入末地 猎人们紧随起后 Dream在躲避猎人追杀的同时 还被墨影龙击飞 险些掉落虚空 由于Dream这次没有床 他只能选择传统方法来杀掉墨影龙 在清掉所有水晶之后 Dream登上高塔 一边用剑消磨墨影龙的血量 一边应对前来追杀的猎人 在墨影龙血量只剩一半的时候 Dream回到地面 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乱斗 Dream抓准时机来到墨影龙身旁 利用斧击再次降低墨影龙血量 前来的猎人被墨影龙击飞 拜得和暗度香气阵亡 而Dream也只剩下一颗星 随后Dream在与猎人的战斗中 抓住空隙 用墨影珍珠瞬移到墨影龙下方 利用猎人合成的附魔钻石斧 成功击杀墨影龙 艰难赢下了战争赛 小伙伴 你们说Dream这次的操作牛不牛 学会了吗 小伙伴 我 我 我